打了三次都要打打打打 Keep the pass 都要打打打打 当你以为五月底之前打齐三针 疫苗通行证就一直通行了吗? 港大两个专家已经预告 传闻11月要打到第四针了 这个港大专家还说 宽限半年才打第三针 太慢了 更不想复常步伐 政府应该要用行政手段 令人快点打第三针 现在是不适宜放宽疫苗通行证的说 不过同样是港大专家 这两个就写文 建议政府应该取消60岁以下的疫苗通行证 接种的效益高于风险 效益大于风险 好处大于风险 这句话我们经常听到 但是港大两位专家都认为 根据知情同意 这个医学法律和伦理的重要原则 市民就算充分了解了 打针是效益大于风险也好 都有权拒绝打针 而政府也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愿 就算是因为巨大的公共卫生风险 而限制未打针的人的个人自由 这些限制都要是合理 符合效益 和尽量将影响减到最低 除非是因为年轻成年人拒绝打针 而令到医疗系统就来爆煲了 否则政府是没有足够理据 限制他们的个人自由 甚至剥削他们上班上学的权利 看回第五波的疫情 九成六的染疫死者 都是60岁以上的长者 那是因为就算年轻成年人没有打针也好 他们的重症和死亡风险 本来就比长者低了 更何况现在已经有超过九成的年轻成年人 打了至少两针 重症和死亡风险就更加低 相反长者接种率还是偏低的 可以预期就算再爆新一波的疫情 有重症和死亡的年轻成年人 都只是极少数 而到了现在仍是一针不打的他们 就算之后坚持不打 又或者只是打一到两针 都很难拖垮医疗系统 对清零也没有明显效益 不赞成政府继续脅逼年轻成年人打针 所以建议政府 撤销60岁以下成年人的疫苗通行证 政府就说了 疫苗通行证还未定几时完 而且20到60岁打了三针的人 现在都未够七成还未够保障 呼吁市民尽快打第三针 Professor Ho都说很多未满60岁的人都在做前线工作 还是高危感染群组 而香港又打算继续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和恢复通关 内地也坚持动态清零 如果香港放宽疫苗通行证 会制造很多漏洞 叫大家要看大局 影片就来到这里了 你又怎样看两位港大专家的建议呢? 喜欢这条片的 除了like和share 还可以给super thanks支持我们 下条片再见